新冠肺炎出现第三波爆发 政府昨晚宣布了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 由明天开始所有餐厅吃饰 由晚上6点起至凌晨5点都不可以堂食 只可以外卖 对,相信这几天无论是超市或街市 都肯定会大牌长龙 我想现在应该尽量回家吃饭和买多些外卖 因为餐厅真的是高危波毒地方之一 收紧的内容是回到三月最严峻的时候 新冠肺炎足足扰让了我们几个月 现在还要爆发第三波 政府唯有再度加热防疫措施 希望港人齐心抗疫 加热的防疫措施 有几条新例市民要特别注意 承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 需要一直佩戴口罩 为者可判罚款五千元 另外,酒吧和十二类表列处所需要关闭 先以七日为基准 而两个主题公园都需要关闭 至于被指为波毒源头的饮食业 新例之下 食肆不得在晚六朝五提供堂食 只能够外卖 星期三凌晨零时起实施 不要说麻烦不麻烦 这些都要的 有时就…是不是? 有时发生就要避免 疫情第三波的来襲 饮食业仿佛成为波毒的元兇 就连专家都敢说 食肆是最大的问题 那些地方是你会脱下口罩 找到所有那些所谓群组个案里面 大部分都是和食肆、酒吧有关的 先是宾记足店 再到新发茶餐厅 昨天卫生防护中心 更加列出五间的高危食市 而这里就是其中一间 这间位于上环的点心店 老板娘先确诊患病 再传给老板同一名点心师傅 亦初步确诊 该店铺现在并没有营业 门外亦都贴上告示 同一条街的另一间分店都暂停营业 他住在这里附近的街坊跟我们说 餐厅在区内都挺有名的 每逢午饭的时候 都会出现排长龙的情况 甚至见过餐厅在疫情之下 都迫爆满了 人流都挺密集 去吃饭的人可能是来自港九新界 或者住在该区的市民 都不是说不害怕 最好我爸爸没有带我来这里吃饭 不是就是中招 我学习也不用返程 分试也不用考 都会害怕的 也要吃的 那会不会多点回家吃饭 晚上就回家吃饭 下午也要出去吃的 没什么可以担心 大家都看到要上班的 另外四家被点名的食市 就位于重灾区黄大仙 其中彩云商场的彩龙皇宫大酒楼 就曾经有两名确认者到访 酒楼已于昨日暂停营业 今天门外大闸落了一半 隐约见到里面有一名员工清洁 不过口罩手套就通通都没有 觉得这家屋是否干净 就五十分之下 天花不是蜜蜂的 有些老鼠就不见了 开派对跳舞 跌下来也有 彩云街市 商场内的麦当劳 都曾经有确认者到访 真的出街吃又不是 买菜回家煮也不是 楼上好像有事 但听闻有确认者也来过这个街市 你担心吗 也不担心 我们买完整个东西 马上回去洗手 马上清洁 有考虑过去远一点的街市买吗 这里周围都有 你去哪里都有的 商场内处处都有人中招 其他店铺都因为这样 而暂停营业了 前温山中心的情况更为严峻 这里有三间食市被点名 总计的确诊人数超过10人 而被点名的食市 今天已经没有营业了 三间食市包括翠河餐厅 百惠軒和温沙餐厅 翠河餐厅涉及9宗确诊个案 是5间餐厅中最多 百惠軒和温沙餐厅涉及的 作业确诊人数各两人 餐厅的门外都贴出告示 只会进行消毒清洁 而温沙餐厅门口更有今天先运到的食材 不过就不见有人迁收 我不怕 为何呢 因为我做足准备 例如呢 什么都做足了 那里有几间食市 有什么 我现在上去去研一下 我在这里吃过东西 那间沙餐厅 我在沙餐厅吃过东西 一星期六 也近期 是呀 所以我现在去检查 打算去哪里检查 在私家医院可以拿那些 然后去检查 安全一点 我说不是为自己 自己还有上班 大家例事自己也有无谓的女人 除了上述三间餐厅 商场内大部分食市都暂停营业 和进行消毒 有些食市就完全暂停堂食 只供外卖 又开的餐厅 也只有两三个食客 五间被demand的食市 都有可能隐藏着新冠病毒的传播链 所以如果帮衬过 又觉得不舒服 张竹军就建议要尽快求疑 另外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了 确诊或者疑似个案 曾经到访的餐厅名单 名单上列出 由7月1日起 确诊者的到访日期 名单上的餐厅遍布全港 过去两星期 帮衬过的市民 都应该留意自己帮衬 当日有没有同过 确诊者同处在同一空间 如果不舒服 就应该要及早检查 教育局上个星期五宣布 全港的中小学和幼稚园 由昨日开始提早放暑假 而由明天开始 所有的校内活动 将会暂停两个星期 刚刚服货无奈 又要提早放假 暑期活动又不知怎样安排 同学也挺无奈 又要留一期自学 而至于家长 肯定要多了时间陪他们 还要想想如何帮他们打发时间 希望家长和学生 都尽量放松一点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不知施荣拍这场戏的时候 压力又会不会很大呢 为什么要施荣拍这场戏 为什么不施荣拍 事帝事后当街大打出手 新剧《超能试者》这幕戏 真的不说得少 肖穎桑打展盘之后 还要爆哭 试位的时候都已经这么卓力 正式来的时候 真的打得啪啪声 是这样的 3、2、1、2 为什么… 为什么你尽量不救 为什么我尽量不救 为什么我尽量不救 为什么你尽量不救 为什么你尽量不救 为什么… 今天可以让你尽量地发挥 去打他 有没有觉得很爽 其实很害怕 你看他的手 为什么 已经瘀了 你看看 对啊 白骨棉掌 打斬坑打到瘀了 我练习的 有没有看过 真的拍戏吗 那你是不是很害怕 再遇到要打到他的东西 对啊 很害怕 就是害怕 尤其是这些 害怕无情力 会不知道 就是那一下 对啊 打斬坑 对 弄伤人是最害怕的 我也很害怕 不过过几星期后 我就会呈现出来的 我们看见 但他妻子应该会发现 暂时我也挺舒服 刚才 但是你日当空 你被人狂打 你也很舒服 因为很多骨火 好嘛, 出了点火 好戏在后头 司令要极速培养情绪爆哭 全队人员位站立 让他眼泪到 好戏 好戏 难度当然高 这个角色很大挑战 因为大家知道 施荣berg也很斯文 对啊 你看刚才很粗豪 我刚才说的声音 尤其是在街上 很多东西控制不了 不是说哭一次就可以了 有时有人经过 又要再哭了 所以是很多技巧的东西 有没有欲痛他 他始终那么弱质 但是他要这样 那我又没有 我看得泡泡有味 因为拍摄我的时候 我又继续单咳 打完我哭了 我哭了, 真是挺好的 真是 可以的 真的爆了 因为刚才那种哭 其实也很难 回来东张西望 今天香港新增 48宗的感染个案 而当中有40宗 是本地个案 而当中有超过一半 感染源头还是未知 对啊 其实这几天 看着确诊数字不断上升 真的很担心 希望疫情可以快点过去 而以下这群苦主 亦都希望你们 可以快点取回公道 一群猫奴 一个共同遭遇 在旺角通赛街 其中几间宠物店 买了猫之后 都得到一个 令人悲愤的结局 猫猫不是几天就病死 就是百病前身 要医他一世 因为我没有想过 我的猫会这么快死 每天回到家 我还是很期待猫猫在 但是很奈何 它已经不在了 即使它真的有病 我就会照顾它 很专心 因为它在兽医疹 那段时间 它很痛苦 它是吃不到 又要打针 它也真的很痛苦 不过涉事宠物店 在出售猫猫之前 都会要求顾客 填一张所谓 健康保证期的同意书 如果猫猫在限期之内 被医生验出患 有列明的疾病 顾客就可以在宠物店 换过另一只猫 但就绝不退款 在这里 买到病猫的市主 不计其数 有什么理由 这么多猫猫 都是一回家几天就发病呢? 它们也担心换回来的都是病猫 于是拒绝再换 经过几个月的贫贫婆 它们身心都受尽折磨 可惜最后也是救不回心爱的猫猫 而事后, 刘小姐仔仔仔想起细事 竟然发现 受益的针卡是有问题的 当时宠物店 是连了针卡和猫猫一起给我 那时候猫猫都打齊了针 三针都打齊了 那一刻我没有很仔细去看那张针卡 直到我去找律师前一天 那我要收拾一些文件给它 我就发觉那张针卡全部都是修改过的 包括打释的日期 它的出生年龄 以及它的特征 我已经不会再相信这间寵物店 所以我就没有再找过它们 接着我就打了去那间诊所 那间诊所就答我 我们不会这样改一张针卡 如果我们改 会在上面刷印的 如果我们这么大蝙蝠修改 我们是会拿另一张新的针卡 我当时是信了 我也之后去了报警 我就问他 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给兽医 看看这张针卡是否你们修改 以及这张针卡是否是兽医的签名 以及是否是你的字迹 他那时候被那位干兽医看完 他就答我 那个猫猫针卡上的贴纸是真的 那签名也是那位兽医的 但是那些字迹不是他们的 也不是他们修改的 那可不可以问他拿回原本的纪录 因为正常他应该有纪录 他就跟我说 如果你想拿回记录 你先跟宠物店交通了 拿到他承认之后 我们就给你了 刘小姐于是去宠物店 问回猫猫针卡的真实纪录 但店方竟然一口拒绝 这样不禁令人怀疑 出售的猫猫 究竟有没有准时打齐预防针呢 那现在准时可以打齐的针 其实是否真的可以预防很多病 最基本上可以预防三种病毒 即是胞疹病毒 细小病毒和胚胀病毒 没有准时打針 随时令到病毒潜伏猫猫体内 一旦病发足以致命 所以把针卡对主人来说 极其重要 在没办法之下 刘小姐只好亲自到 签罚针卡的兽医诊所 查详相关记录 我们已经看了数多次了 其实胞疹病毒 都是从物店的帳户 你们真的不好意思 但始终不是你们打他们 你们又一起打 或者… 那时候… 主人当时是属于从物店 所以如果你为了取得纪录 可以 但你要跟从物店那边 他帮你们取得 但我想问实际上 到底有没有这个记录 不,我跟你说的话 你叫我回答有 那我可以回答是有的 有收取 很明显是修改过这张卡 姑娘亲口承认 把针卡是被人修改过 如果不是诊所改的话 就极有可能是宠物店修改 这样究竟责任谁属呢? 当兽医签了名 就是属于她要负责任的地方 即是她签了名 无论针卡是如何使用 她都要负责 除非那个兽医没有授权 任何人去逃改她的东西 而她发现她自己的字笔 即被人逃改了 那兽医可以告别人 本身改针卡是犯两宗罪的 一种是刑事,是做文书 第二种是破坏了 兽医管理局的专业措手 可以按照这两个原则去起诉她 不过诊所似乎没有去追究宠物店 如果真的这样 诊所不就又包庇宠物店之嫌? 为了了解实况 我们再陪同刘小姐 去到涉事兽医诊所 希望可以拿回针卡的记录 你好,我们是TB东张西望的 我们有个苦主想问你一些问题 接待职员一言不发就走开 我们苦等一轮再尝试向她查询 Hello,不好意思,阻止你 都知道你在开店 但是你们会不会有人出来回应 不要紧,我们在这里等你一会 对方同样是没有反应 但也没有拒绝 如是者,我们又再等了十分钟 突然之间有警察进来 有没有报警,小文 应该是我们 我认为是他们的 应该是我们 我们可以带来问他们 我们想帮他们 不如你先问问他们 你问问他们 是 你们是… 东张西望 是… 有没有报警,小文 是,我们在报警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事 106 不是,其实我跟你说我是TB 不是,我们不会接受 明白的,你可以不接受 但是因为我们问你的时候 你没有回应过我们 我就不知道你是否不回应 有没有报警 刚才我们的同事 主要进去诊所 希望了解針卡的事情 但他们在没有通知我们的情况下 就报警了 现在我再进去了解一下 看看他们肯不肯 出来和我们谈谈一件事 你们可以随便一件事 好的,好的,OK 明白,我是善意的 但是我也想问一问 你们愿意出来和我们在厕所门讨论 不会的,是不是 OK 好了,好的,那麻烦你了 你 刚刚我还有个棉花 我就问他愿不愿意 跟我们在诊所外面的环境谈论呢 他说不会也不愿意 不过在不回应 又报警的同时 原来他们还在网上开Live 似乎想画清界线 为什么我们会开直播呢 就是因为之前 如果有跟我们的Facebook 各位朋友 各位同学人 应该都知道 有两个傻的人 就是 因为他们在Facebook 搞不到事情 然后要搞我们 现在他们进来 就召唤东章西望的人进来 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控制这两个人 不去追Facebook 不去追Facebook 是在搞我们 关我们什么事 做访问?做什么访问? 你不去Facebook做访问? 关我们什么事? 我的记录是你们的吗 不如我说一下 这两个人买了一只猫 听闻 听闻在宠物店 之后有便宜 就搞不定 就来到这个兽衣 不知道关于这个兽衣 什么事 你自己买一只猫有问题 当日我们去到兽衣诊所 邀请负责人做访问 姑娘就叫我们在外面一直等 谁知道原来负责人 在社交平台上 演出闭路电视开Live 公开我们摄制队 和视主的样貌 期间还不停用粗言慰语 去骂我们 后来虎主在论坛发文 把诊所做法有问题的证据 放在网上 很久就得到极大的回响 发现越来越多猫猫 在这间诊所打针的主人 都发现他们的针卡是有问题的 不少在旺角同一条街 部分宠物店买了病猫的虎主 都陆续向刘小姐表示 自己猫猫把针卡 都是来自这间诊所 当中有不少针卡 都有被修改过的痕迹 更加有趣的是 有虎主发现 猫猫打第一针的日期 就正是他在宠物店买猫的日子 是巧合 还是有人随便填个日期想去 亦或再别有耐情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改针卡的行为是否常见到 我没有很确实证据 但其实行内人都知道 哪一、两间的兽医诊所 专门会有这种状态 之后再有知情人士 向我们声称 涉事诊所的注册兽医只有一个 不过帮诊所的宠物诊证 甚至做手术的就有两个人 看回公司注册署的文件 涉事诊所的持有人有两位 一位就是注册兽医江医生 另一位就是Y先生 但Y先生并没有持有注册兽医的 有效执业证明书 不过从知情人士提供的片段所见 江医生和一位疑似是Y先生的人 都有亲自下手帮动物开刀做手术 并不止是座户那么简单 更甚的是有宠物主人向我们申诉 一位疑似是Y先生的人 曾经帮他狗狗诊证 随后的手术还出现医疗失误 我在2017年3月的时候 透过一个医工机构 领养了一只小狗 就在这间诊所拿回家 4月的时候 我就把一只小狗 拿回同一间诊所做过手术 我以为也没有问题 到现在我领养了一只小狗 已经三年了 在5月底左右 我的狗忽然在家休克 查询到它的子宫里面 类似水浪、肿脑的物体 已经发胀得像柠檬那样大 我一定要割出来 发现结果出来了 有一边的卵巢 原生的卵巢 留下在子宫里面 因为手术失误 令到李小姐的小狗差点丧命 还要几年后八百挨多一刀 就怀疑医疗失误事件 还有是否有人无牌行医 我们致电有关兽医诊所求证 喂 你好 我们是东中西网打来的 我姓袁 我们想问你两条问题 想问你们负责人 江医生是否来到 你打一会儿 好 喂 不好意思 因为都比较忙 所以我们都不接受访问了 麻烦你 拜拜 是 喂 任何人士无牌提供兽医服务 可能会违反兽医注册条例 最高可判入育一年 及罚款十万元 最后奉劝各位准主人 想帮到更多猫猫狗狗的话 记住用领养代替购买 因应现在的疫情 贸法局就宣布 原定明天举行的书展 和之后举行的动漫节 还有电脑展都会延期举行 虽然很多参展商都会面临損失的风险 但他们都说宁愿延期避免疫情的恶化 虽然实体的书展取消了 但大家不用失望 因为书展会以网上的形式举行 到时会有超过二十万本图书 在网上发售 而价钱亦是维持不变的 大家就可以慢慢看慢慢选 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拜拜